新城乡长和李台为了感谢 公所同仁在过去一年的辛劳 31号特别举办了一场 睡末联谊的活动 也邀请了各村的村长 以及代表会同仁和县议员 一起来参与 也希望透过这场活动 感谢同仁们过去一年 协助推动的各项乡镇工作的辛劳 同时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110年开始 新城乡公所将有4亿元 来兴建地方建设 可以说是花令县争取中央 宪府经费避免的乡镇市 为了感谢同仁们 齐心努力的打拼 在30号这一天 新年乡公所并且办理税务联谊活动 来感谢同仁们的辛劳 新年乡长和李台表示 上任这两年多来 向中央地方争取经费 加上公所同仁们全力的闭合 来协助推动 可以说是赞了民意代表 首长这20年来的新纪录 而在30号这一天 特别感谢公所同仁们 来感谢大家的努力 新城乡公所的团队 是一个优质的团队 因为有我们快乐幸福的 新城乡新的支持 所以在七年度一年当中 所有业务的推动 优的我们来奖励 有劣的我们来改进 所以我们的团队是 随时在调整脚步的一个团队 那我们今天除了业务检讨以外 我们的公所的团队 在这个地方来参戏 也要为了他们在过去的一年来 各位的辛苦 为我们的团队来加油打气 也让我们所有广大的乡亲 在过去一年当中 认同我们所有的行政团队 尤其我们的公所的这些 今天的这些活动 各个客室都表演一个活动 可以说是多彩多姿 我替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尤其也希望在鼓励他们 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也取喜他们继续秉持着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努力以赴 继续为我们广大的乡亲来服务 各客室公所同样们 则是准备了表演活动 为了就是要把这一年来的压力和努力 全部释放出来 热情的舞蹈表演 让大家一起乐开怀 台上不要热闹台下的公属同仁们 包括了新南向的和立台 新南向的队会主席陈秀琳 以及现眼最随着台上的热情 一起嗨了起来 现在现在和立台同时也 祝大家新年快乐 接着喜欢新南部导